性感魔术学界在线发牌 欧派胖子那是应有尽有 今天我带大家看看这部番到底有多神奇 男主在今年夏天升入高中 由于学校必须强制加入一个社团 不太关心外界事务的男主在走廊看到了魔术社的门口 出于好奇 推开了几间大门出乎一绕的 看到了正在自导自演的性感魔术学界 学界也是没想到会突然来人 在看到男主后瞬间 虽然这部番的男主颜值确实不高了一点 但学界会 的原因却是因为紧张松和正范了 学界充办这个魔术社团也正处于招收血缘的时候 但这并不代表学界的魔术很厉害 相反 学界的魔术一团糟 和鸽子一起变魔术会被鸽子走动一番 你看里面是空的啊 随后就 你嘛 怎么就真的空了 表演捆绑逃脱游戏会被束缚到越挣扎越紧的地步 看着学界这个不太聪明的样子 她就害怕被降制打击之后赶紧离开 结果在第二天中午吃饭时 广播去传单的魔术学姐寻找男主的声音 为了避免丢人现眼 男主疯狂地跑到学姐的社团 学姐找男主的用意很简单 就是让男主加入魔术社 毕竟从昨天到今天 完全就没有人想加入 学姐对魔术的憧憬 那是特别强烈 在教男主怎么摆完勺子 说了一套理论后 男主轻而易举地摆完了 但学姐却显得很吃力 她一不小心把勺子丢了出去 并意外地撞到桌上的辣椒油 辣椒油撒到男主的盘子里 会很辣 因为学姐又发神经的男主没有理会 但是在嘴里的饭是真的辣 学姐联盟说这是魔术催眠 只有男主吃才会辣 自己就不会 结果男主就把盘子和学姐交换 学姐只要硬着头皮 吃了满是辣椒油的饭 不辣不辣 一点都不辣 反正自己不尴尬 尴尬的就一定是别人 吃完饭他们去了社团教室 学姐又准备教学男主新魔法 落后让硬币从外面穿透杯子 理论教学很棒 可惜操作起来一塌糊涂 硬币还三番两次跑到鸡脚嘎啦里 单纯让学姐奋力去剪 和短裙却无法掩盖春光 企图让男主觉得学姐是故意录给他看的 学姐听到后悔错了意 以为男主说的是魔术表演 为了掩盖自己魔术跟蜡鸡一样 学姐脸不红心不跳地说 哎呀自己确实是故意的 只要自己不尴尬 尴尬的就一定是别人 男主的脸瞬间红了起来 你讨厌 之后在白天公园历来放松的男主 遇到给小朋友玩魔术的学姐 甚至学姐压根不会魔术的她 又不得不出手相助 相比于有点笨笨的学姐 男主好像更说小孩子欢迎 在表演换装魔术的时候又出事故 因为学姐突然想到 自己忘了带备用的衣服 从此公园里流传着一个 只穿魔术装扮的暴露框 在第二天 学姐又给男主准备表演一场 日本魔术蝴蝶之舞 顺便还换上了好看的和服 而魔术内容就是用纸扇 让纸折的蝴蝶飞起来 然后点火就会变成一碗面 但在第一步学姐就失败了 可学姐就直接点火 干啥啥不行 放后第一名 火势太大还触发了烟雾报警机 最后被交成了裸汤机 不知不觉 男主就身陷其中 成了学姐的专职助力 而学姐开始奋力 留住男主的魔术表演时刻 众所周知 学姐的魔术实在不行 就在学姐准备强留男主 在魔术社的时候 老师不知怎么从魔术箱里出来 还告知学姐 由于社团人数不够 如果还想继续开展魔术社就要在下周 继续申请并且操板人数 那就顺利成长 有了去寻找其他社团的理由 可每次都有学姐的捣乱 还暗示男主要帮忙招揽不渊 而在追男主的时候 学姐却意外地被运动部给砍上了 还打破了学校记录 但对魔术有着强烈憧憬的学姐 却反馈为主 积极劝说运动部都来魔术团 在魔术社存在的最后一天 学姐准备来个更厉害的插解魔术 但不出意外 不禁小脸一红 好痛啊 快拔出去 瞧瞧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从此魔术社在这个女孩的心中 就成了狭流社团 所以在隔天 男主就去隔壁化学社挂名 化学社社长班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养的想组得很尴尬 于是男主打算打破沉默 说说魔术社的囚事 没想到却被化学社社长上了一课 魔术只不过是利用科学原理后 在故作震惊的小把戏 真正的科学就是敢于直接表现 所有班拿出了一个类似空气泡的装置 没有等班过多解绍 他的裙子就被男主启动装置 给吹了起来 这个举动 让班对魔术社的误会更严重了 果然魔术社都是老色批 后来男主来魔术社找学姐 可学姐在进行魔术的时候 把自己困在了魔术箱子里 男主拿起了一旁的毛龙玩具 仔细夸奖了一番 却被箱子里的学姐 误以为是在跟自己告白 为了以后能够自然的相处 学姐一副重视副死的模样 出来拒绝 却没想到男主早就走了 所以在周末 学姐邀请男主来家里 原本以为女生家中肯定是充满温馨 但万万没想到 学姐家中那是遍地狼藉 学姐想回应男主表白自己的事 却因为紧张 不知如何开口 借着练习新魔术的噱头 打破了尴尬 却没想到魔术手帕 拿成了胖子 场面一度更加尴尬 最后学姐一不做而不休 把那天表白的事说了出来 我不喜欢你 在搞清楚是个乌龙之后 学姐修纷地把自己埋在被子里 咿咿 而在第二天 魔术社来了两个人 和学姐同级 名叫小孝 还有她的弟弟真君 他们是来踢馆的 想要宣扬道义社 所谓道义就是用气球 折成各种动物 学姐不甘示弱地表演起的魔术 结果可想而知 那你以为小孝就是牛人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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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把气球套在身上 石头逃脱 结果却发现自己的裙子 丢在了外面 这个情况就跟之前学姐 在公园表演魔术一样 射死 终极射死 最终老师来了 两人争得不相上下 老师决定以2O派的 重量决定社团的名字 学姐终于在这里扳回了一场 后来学姐不知从哪里 找到一本关于魔术的说明书 就开始练习催眠 本来想到催眠男主 却丝毫没有效果 于是就让男主对自己试一试 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想到这一段时间 一直被当傻子折腾 男主决定系统一下学姐 但学姐在催眠中 以为自己来泡温泉 于是在催眠的作用下 学姐开始了托一 突然男主良心发现 想要制止的时候 却发现 诶 已经反了 后来男主先想着 看能否用催眠男制 要学姐紧张的毛病 于是就开始了说教 但简单催眠 也没办法缓解她的紧张 最后一次闲聊中 小校询问学姐 为什么充满魔术社 从学姐那里得知 魔术社原本就有 只是相继毕业一校 最后只剩下了自己 所以她拼命地招募学员 不过一切都还好 总算魔术社到最后算是保住了 学校的分发经费也下来了 但是经费实在是少得可怜 无奈 他们开始表演魔术 公开筹集经费 由于在人面前表演魔术 学姐也就会紧张到 说不出话 所以 他们打算假扮成雕塑 来换来打赏 可就这四个不靠谱了 人出门摆摊 显然他们计划 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等回到魔术社 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 安卓发现学姐 有时候在人前会紧张 有时候不会紧张 于是乎 他们决定排斥一下 到底在什么情况下 学姐可以正常表演魔术 首先是面对手机镜头 失败了 所以换成了蝉褪下的壳 没有紧张 换成猫龙玩具 没有紧张 换成男主的时候 场面完全失控 所以说只要有人 学姐就会表演失败 于是到了放学时刻 男主留下了一个 自己模样的广告牌 让学姐练习 自己先回家了 但其实他只是躲在了后面 学姐一边安慰自己 一边表演魔术 在成功的那一刻 男主也高兴地 从后面跳了出来 结果学姐紧张到小脸通红 最后直接 根本没用啊 做新的一天 学姐要表演中国魔术变脸 起包酷子也顺带整齐 但由于是中国的国家魁宝 学姐不知道如何表演 于是魔术室自然开始研究理论 他们一直认为 是表演魔术后面藏的一个人 来撕一下面具 所以学姐就躲在小笑后面配合 但由于什么也看不见 没有把面具撕下来 反而把小笑的衣服给撕破了 一瞬间 小笑的脸色比变脸精彩的更多 对了这个魔术实在没有搞懂 也就放弃了 而在魔术社保住以后 学姐觉得有义务去慰问一下托儿所 养老院之类的机构 于是开始制作宣传海报和网页 但学姐制作的网页太过于恐怖 以至于能够给人留下阴影了 小笑也开始加入制作 虽然技术很棒 但看着有点像野兜网页 经过修改勉强通过 还之后意料地得到托儿所的委托 小笑和弟弟真君表演的道义 也很受小朋友喜欢 接下来就轮到学姐 学姐机械地走上台 利用一些只能哄哄小孩子的把戏 赢得了孩子们的喜欢 这有可能是学姐最受欢迎的一次魔术表演 也变相给他增加了不少的信心 而这种日常搞笑 翻载播出三分之二 都会有一段机械相似的福利大放松 那就是万年不变的海边度假 可忧郁中途闹了一些误会 导致学姐和小笑的泳衣都被冲走了 因为画面不是那么的健康 所以兄弟们不只能家都市 想看的人赶紧迅速午饭 犹豫什么呢 而在福利时光结束后 蓝主去了一趟化学社 班同学给蓝主传播 科学道理的时候 恶人因为一些原因 摆出了一个很不健康的画面 又刚好被学姐看到给误会了 怀大后的学姐开始怀疑蓝主 已经倾向于化学社了 于是一行轮纷纷来到化学社 耐着步骤 搞得两个社团跟一个一样 故事 结束 这是2019年的神奇动画魔术学姐 每集的长度都很短 这种亲福利加搞笑翻的剧情 会让观众看得特别轻松 但唯一可惜的就是 动漫没有给出太多的学姐 跟蓝主的情感描述 每集的展开就是搞笑的魔术失败 损友人会说剧情容易审美疲劳 好在后续加入了小笑和弟弟 也让整个故事变得更加有趣 这不是什么有深度的作品 大家在休息与的放松之时 真的是一部特别赞的动漫 有这样的学姐 还想什么推设 蓝主 你不要不识好歹啊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九星年男孩 都会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快点快点